据路透社週一的報導 西班牙最大通訊運營商西班牙電信的消息人士透露 該公司已經購買了瑞典電信製造商愛立信的5G設備 用以替換已經部署的華為設備 不過該消息人士拒絕透露細節 另據中共喉舌新華網報導 華為10月份剛在西班牙馬德里成立了歐洲服務和技術支持中心 為10個歐洲國家的主要電信運營商提供技術支持 西班牙電信此次替換掉華為設備 將成為華為在歐洲的又一次重挫